想到有关IPT加LEN 不过其实感觉好像有绕了一圈的感觉 实际上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函数 什么样函数呢 有一个函数 比如说我今天旁边打个84 我把它变成 把它变成084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这边插入文字函数里面 你可以找一下 这边有个叫做TEXT 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实际上就可以知道 一指定的数值格式 将数字哦 本来是84是数字 转换成文字 那也就是输出的时候它就变成文字 那这个地方它需要两个参数 一个是value就是它原来的值 一个是format the test 就是什么样的格式 你要给它格式 所以如果你要给三码的话 最简单的话 那里面有函数说明 可以看一下 按确定之后 我先给value value是它原来84 那你testformat format你可以给什么 如果三码的话 双引号 000 再一个双引号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 请你把原来84这个数字 格式化之后变成一个文字输出 变成084 帮我输出到指定的储存格里面去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按确定的话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它就变成084 而且储存格会自动帮你把那个储存格式 这个没有没有改 它预设的话 它通用了 不过有的时候可能会把零去掉 如果你要保险起见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文字 或者有时候那个零开头会帮你把它去掉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用test这个函数 诶 取代什么 刚刚那个rept加enl1n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所以如果说我要把刚刚的这个方法 取代成test这个 好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 我可以怎么样 把原来的公式 rept开始把它清掉 在这边加一个那个test 那你当然可以游标end的之后 点前面这边 再找到test 这边已经用过了 记得你不要点这边 有时候如果旧版的 我新版我不确定 有的时候点下去 它会把你原来的公式盖掉 所以如果你在公式里面 或者你在函数里面 还要再放其他函数的话 建议你点前面这个地方 找到test 它会自动帮你把后面的公式 后面的函数放在接到后面去 那value的话就是指的是这一个 然后格式的话就刚刚讲的 000 记得前后要加双以后 这是必要的 格式的话一定要是文字格式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084就出来了 那再来你后面的话 当然也是一样 你就是end把它复制一下 再把它贴上 贴上 把h4改成g4就可以 把g4改成h4 让它打勾 ok 这样的话向下填满 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 如果你刚刚用REB加以后 它有点绕了一圈 另外如果你会用另外test函数 你会发现呢 可以让这个公式变得简单许多 但是 还是不够简单 因为还是要打这么一串 其实还是很长 最好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怎么样 最好是这边按钮 按下去清除 全部都清掉 按一下门号 门号就全部帮你加上去了 ok那这样是最快的 你想说老师可是我的使用习惯 不习惯按按钮 我希望在这边插入函数的时候 能不能有一个函数 也许叫什么手机函数好了 使用者定义 他会出现手机 好 不过这个名称是你自己定义的啦 你爱叫什么叫英文叫中文都没关系 好按确定 他会跟你要三个东西 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个应该我想应该都会用吧 好一看电信业者 虚码莫码对 按下去确定 再点他两下 也做出来了 那这两种都是VBA做出来的 ok本来是不存在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变出来 而且这件事情你每天都要做的话 我相信你的效率应该会提高很多 对不对 ok 不过刚刚那个插入函数这个部分 清除掉 那有同学就说老师可是这样子 要插入函数的时候很麻烦啊 他明明是三个连在一起嘛 那你要选三次有点麻烦啊 因为有的时候连在一起最好是怎么样 最好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地方改成 只要选一次就好了 不要选三次嘛 不然你看 一二三 三次 那如果说你的那个储存格非常多 十个你要点十次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这样一选就好了 选的话是选一个范围 而不是选储存格 因为同学有问啊 所以我就说很简单啊 也不难啊 就插入函数 不是再多一个就好了 叫手机范围 范围 那这个范围的话 就按确定之后 一个格子 叫我跟你讲说范围 请你给我那个范围 你就选好之后 按确定 也可以啊 这样感觉会更快吧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个范围 你就选起来 结果就在那边去了 这感觉应该很棒吧 但是就是需要有人做 帮你做这件事情 然后如果没有人帮你做的话 你就要自己做 OK 所以其实很多 我想办公室里面 应该很需要这样的人才 就是说如果大家都需要 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的 这个东西不存在 就需要有一个人 帮你把它产生 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要 但至少会需要有人去做 那他会定义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看到的 就是叫做制定的 你自己定义出来的函数 那这边是按按钮 这是两种 这两个都叫VBA 那两者最大不同就是说 这个是跑完就结束了 这个是会问你问题的 也就是你要给他东西 他会给你结果 回来到储存格 所以制定函数是一个互动的感觉 那这个是单向的 跑完就结束了 那怎么做 我想接下来看 这是重头戏 不过这个难度是比较高一些 第一个请各位先把这个东西 叫出来 开发人员 应该没问题吧 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要找到一个 叫做Visual Basic 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打开来之后呢 原则上你不会有这个东西 你也不会有什么模组 我把这个东西删除好了 移除掉 不要会 你们一进来的话 应该是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就是一进来 你一个档案 会对应到一个VBA的Project 它的名称一定是Match的 也就是说以后 如果你有开很多个Isual 档 这边会有好几个 但是你不要找错 那个对应对错了 因为有时候之前有同学是 开了好几个他 本来你程式应该写在这一个 就要写到另外一个去 最后存档程式不见了 因为找错了 因为现在我是只有开一个 那大家如果你开很多个 下面会有很多VBA Project 你就要看一下 两边是有Match 接下来 第一个你环境打开来了 那我习惯是这样 请你把这个盖住的地方 把它稍微挪一下 放在旁边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习惯是一边写程式 一边看我的需求 这个部分不是死的是活的 就是你要做什么动作 你可以用看的 那用什么来代替呢 用一个物件名称来代替某个储存格 所以第一个你需要学习 就是说在VBA里面的储存格名称 它会有一个物件的名称 叫做Sales Sales 它用来代替哪一个储存格 那如果是S 表示全部的储存格 所以后面有刮胡 哪一列 哪一栏 你要告诉他 然后放什么东西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是第四列 哪一栏 你可以用数字 也可以用文字 这边逗点 给它一个1 1栏的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1 4 那你也可以打成5 4 逗点5 表示这个储存格 要放什么东西 放你要放的东西 你就把它丢过去 那因为这边有很多储存格 所以你不可能说一个一个嘛 你可以这个时候 接下来你可能需要写一个叫回圈的东西 回圈的意思就是重复一个范围的数字 比如说第四列一直到底下也许103 那我可不可以这个前面这个数字啊 我一直变动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写 第一个请各位开启Visual Basic 第二个的话呢 确定一下你的这个环境没问题 第三个呢 请你按一下右键 在哪里按右键都没关系 在这个范围里面插入一个什么 模组 特别注意哦 也就是说VBA的程式 基本上你就记得了 反正呢 就是写在哪里 写在模组里面 你不要乱写 不要看到那个什么任何一个地方 随便点两下 看到白色就可以来写程式 不是 记得 写在模组里面 按右键 插入模组 OK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看到旁边有个白白的 就这里 你把它展开来 程式就写这里 那如果我今天 需要你写出一个按钮 叫做门号 我写门号之前 我看先写清除 清除比较简单 所以插入一个什么程序 插入模组 上面会出现插入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 比如说按钮上面我叫清除 那你就打一个清除两个字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我就打一个清除 这个是对应到那个将来的按钮名称 一个sub 按确定 OK 好 字如果太小的话 工具里面有个设定 工具的选项 选项里面的话 你可以在那个撰写风格里面 把这个字调大概12吧 不然这个字看起来太小了 伤眼睛 我可以按确定 好字稍微大一点 我都有录下来了 所以有时候讲快一点 回去来不及其没关系 回去再看一下 好 那接下来清除 要怎么清除 比如说我今天 这里面当然我已经有一个范 比如说这个要清除的话 先按个tap tap就缩排 把里面的东西清除掉 记得喔 清除掉的东西物件名称要写在前面 第几列 第四列 逗点 第几栏 一栏 你可以给数字或者文字 文字的话就用一 等于什么 没有东西 这样的话表示什么 清楚啦 OK 所以你把它执行的话 上面有个执行嘛 油标放里面喔 上面是执行 暂停 停止掉 OK 最重要是执行 把它清掉喔 OK 清掉 好 清一个 可是问题喔 如果你刚刚的东西 假如说你刚刚的东西有很多个 比如说我刚刚是用那个 制定的函数 刚刚已经把它删掉 如果你有很多个 你不可能说一个一个慢慢删 所以程式部分的话 就是必须怎么 跑个回圈 那回圈的话就是打一个for 这个可能将来你们要把它记下来 for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从哪个范围 for i i是一个变数 等于4 第四列到 底下是103 enter两下 也就是利用i这个变数 去定义出它的范围 enter两下之后 nest nest的意思就是说 4 nest 就5 一直到103 它会一直更改这个i里面的值 那你就把这个 再搬上来 按个tape 因为我习惯是说牌 它的下一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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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东西的话 就是怎么样 把它这个清空了 也就这样的话 意思把这个4改成什么 改成i就可以了 那这个清除就写完了 不过你这个说因为里面没东西 如果说我今天执行之后 它就全部清空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改成门号 你不用再重新插入一个程序 你就贴上 这边的话把它改成门号 比如说这个名称 我希望它叫做门号 那我一样会做那个 需要做什么 就是输出那个公式在这里面 那后面这个地方本来是 那个什么 空的 但是你要给它一些东西 09 空一格and 特别注意哦 VBA 跟在Excel里面的资料编辑列 最大的差别是and 前后要空白 这个是规则一 请你要改一下 就是and的串接符号 需要空白 and什么呢 第二个是我如果刚刚指定的是 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是F4 不过在VBA里面呢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这边Ctrl C 改成用Sales物件去指向它 Sales 哪一个Sales 第四列 它一定是从4开始 哪一栏呢 F栏 所以这样的话呢 表示F4 直接放进去 然后呢 再and 空一格and 什么 那我们刚刚是用那个test函数 可是在test函数是Excel里面的函数 在VBA里面它不叫test 它换了一个名称 不过用法一模一样 它叫format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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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道理差不多 就格式化 格式化成什么呢 给它一个储存 跟证一下 应该还没有 应该是and 然后11 所以应该是and 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在这里 0911 and format 再一个什么呢 简号 所以and一个简号 minus and 记得前后加空白 然后format 什么呢 format 把这个g栏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复制一下 贴过来这边 然后把这边改成g 记得豆点 一样是什么 000 它的格式化方法一样 好 这样的话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这是规则不一样 但是其实相似度还蛮高的 然后再把这边简号 一样嘛 把Ctrl C 贴到后面去 把这个g 改成h 好 写完了 那我们做完之后 就可以来做测试一下 游标移到这边 这个游标停在这里 执行一下 有没有 输出了 清除 执行一下 清除了 OK 其实只要你知道那个对应关系 你刚刚写出 写得出 itself 我想VBA你也写得出来了 差别只是说 规则可能你稍微要记一下 1 一定要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 右键模组 2 插入一个程序 从程序里面给它一个清除 3 多一个FOR一圈 好 再来就是 知道有Sales这个物件 其他就好搞定了 那以后你们要学习的就是 认得 E-Sales里面的所有物件 重要的包含就是说 储存格叫Sales 范围叫Range 列叫Row Rows Colums 那如果工作表的话 叫Shits 工作部叫Wall Books 那E-Sales就是Application 几个比较重要的物件名称 你会的话 你就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重复的动作 去控制任何你想控制的范围 里面的内容 包含里面的值 跟里面的格式 颜色 大小 反正通通可以去设定 如果说有些程式你不会写 怎么办呢 VBA有一个更厉害的点 就是他可以录制聚集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些程式 老师有些我不会写 怎么办 没关系 你把你刚刚的那个动作做一遍 把它录下来 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写 那你可以怎么样 他会帮你写出这样的程式 你就可以拿来改 改完改成你要的样子 好像还蛮不错的 所以这也是VBA的特点 其他语言几乎是没有录制聚集 这个东西 在VBA里面的这个 我觉得还蛮友善的 但是其实还有点 有点难度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刚刚这两段程式 如果你担心你写不出来的话 没有关系 因为在云端上就有了 往下卷动 往下卷动 在哪里呢 门号清除 Ctrl C 有没有 如果你刚刚是不会写 至少你要知道贴到哪边 贴到这边的 贴上不就好了 贴上之后呢 不就有了吗 那我刚刚清楚 有没有放这边 门号 OK 应该会吧 所以如果你 刚刚我写这么多 你实在一下记不起来没关系 Ctrl C Ctrl V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这东西对各位来说 毕竟是第一次的体验 一定是有它的难度 但是我觉得你就是要慢慢跟它亲近 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它也是很棒的东西 因为你很多动作 你都可以把它变成VBA语法 然后呢 透过像回圈 透过像那个逻辑 就可以帮你把你需要的动作指向给某个物件 它会告诉哪个范围 自动帮你全部都做完了 这其实是很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懂得在操作的话 所有Excel里面的任何动作 通通都可以变自动化 以后你只需要有这些按钮之后 很多事情按下去全部都帮你解决完毕了 你剩下的就是说你看到的结果去做分析 做你应该做的事情